我不知道当孤儿你到底 我不知道你用的满足感从哪里来的 你家大越大你不愿意回去 你家人对你很好 你不愿意接受 你就喜欢当孤儿 你还喜欢跟自己的 对抗自己家人的那些敌人合作 你要投靠到你的邻居 投靠到你家的世丑那边去 然后说这个叫有尊源 我不知道这个尊源在哪里 我其实真的我蛮确定的一点 在美国跟日本的眼里 这样的台湾一点尊源都没有 所以联合国宪章怎么会有两个中国 三个中国四个中国呢 他当然是一个中国 他的签字业就是一个中国 里面还包括共产党代表董碧五 所以2758决议案 为什么要特别提一中原则呢 一中本来就是他的原则 是联合国从成立开始的原则 我比较在意是 这一次打摆着会不会是最后一次 如果是最后一次的话 台湾还算有救 我们终于摆脱了瘧疾 然后今年出现这个案子 也都是如此 但今年国民党的提案 居然比当年更没有弹性 这个是让我觉得有点吓一跳 我们先看一下国民党的提案 9月20号提出来的 立法院第25号的文书 它是国民党的党团提出的一个提案 这个提案很有趣 里面一大堆的矛盾 本院国民党党团建议 建议请求院会做成决议 决议内容如下 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国家 义是联合国创始会员国 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 不公正地排除中华民国的代表权 及国际参与 长期以来造成国际上 我国人民权益缺乏保障 国际参与边缘化 自尊受损的孤儿困境 你看我们党现在也是孤儿了 他也自己跟 把自己跟父母的关系斩断了 他也是孤儿了 然后中华民国政府 致使及表达反对2758号决议 此立场至今仍然一致 以上这一段文字先说明 这段文字就充满了矛盾 他讲中华民国是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 但他不讲当时的中华民国 作为联合国创始会员国 是包含大陆跟台湾的 他不讲这个 然后联合国大会2758号决议案 排除中华民国代表权 回扯淡 他没有排除中华民国的代表权 他排除的是蒋介石的代表团 所以中华民国的代表权 如果他是中国的代表权的话还在 只是现在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代表 注意刚刚2758号决议案里面 他的原文就这样写的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代表 现在在联合国里代表全中国 所以他没有排除中华民国代表权 然后长期以来造成什么缺乏保障 等等等等 然后最后变成孤儿困境 这就是我自己讲的 全世界 这就是我刚刚讲的 全世界不知道怎么会有这种人 很喜欢当孤儿 很奇怪 我不知道当孤儿 你到底 你的 我不知道你用的满足感从哪里来的 你家大越大 你不愿意回去 你家人对你很好 你不愿意接受 你就喜欢当孤儿 你还喜欢跟自己的 对抗自己家人的那些敌人合作 你要投靠到你的邻居 投靠到你家的世仇那边去 然后说这个叫有尊严 我不知道这个尊严在哪里 我其实真的 我蛮确定的一点 在美国跟日本的眼里 这样的台湾一点尊严都没有 台湾就是美国日本的走狗 他怎么会看 他怎么会真正尊重你 好 然后底下这句话也是鬼舍的案 中华民国政府致使及表达反对2758号决议 使立场至今仍然一致 这个还真叫放屁 当年中华民国政府反对2758号决议 是因为中华民国政府认为 我才能代表全中国 我宁可负担4亿多人的联合国的会费 我也要代表全中国 这个才是当时中华民国政府的立场 你现在这些台湾的这些人 管你是国民党和民进党 你有这样的一个 且不说胸襟吧 你有这样的意图吗 如果你没有这样的意图 你怎么能讲中华民国政府 这个立场至今仍然一致呢 明明就中间被偷梁换柱 明明就已经这个人格分裂 明明已经任贼作父 为虎作仓 然后你现在还可以讲的这么法相尊严 中华民国政府此立场至今仍然一致 那真的是把全台湾的老百姓 可能也把全世界所有的人类 都当作不适智的文盲 还是记忆力只有七秒钟的鱼类 对不起我要向鱼类道歉 鱼类的记忆力其实不止七秒钟 然后这个国民党的这个提案 有些废话我去掉 就是国民党的提案是这样的 他要求立法院重申以下的立场 立场我只举两个重要的事情 一个是呼吁大陆当局 应正视中华民国存在之客观事实 大陆当局 他可以承认你这个中华民国政府 或中华民国当局存在的客观事实 这个叫事实承认 如果没有事实承认 就不会有九二共事 就不会有九三年的孤王会谈 就不会有后来签了二十几项协议 甚至也就不会有福茂协议 虽然被台湾给否了 所以大陆本来就正视 台湾确实存在一个中华民国当局 但是注意那个最多只有事实承认 那个是不能是法理承认 为什么一旦法理承认 中国大陆当局自己违反他的宪法 所以现在的问题不在于大陆当局 没有正视中华民国当局存在 只是注意看这个国民党的提案的文字 他是要大陆当局正视中华民国存在 这是客观事实 他是要大陆当局承认台湾 这个中华民国是一个国家 是个在中国大陆之外独立存在的国家 首先我前面已经讲了 这已经违反中华民国宪法 然后他也违反联合国宪法 然后你现在要求中国大陆的 这个北京当局也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你从任何一个角度来讲 都是不可能做到 然后最好玩是第三项 他要求那个立法院要重申的三项立场 第一项基本上废话 不管他 第二项就是我刚刚说的 是违反联合国宪法 违反台湾的中华民国宪法 违反大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第三项最好玩 第三项呼吁联合国大会 积极落实联合国宪章接触的普遍性原则 尽速接纳中华民国重返并完整参与 为什么说这个最好玩 我前面不是已经讲了吗 现在联合国宪章上 都还有两个地方提到了中华民国 Republic of China 你现在要联合国大会 接纳中华民国重返联合国并完整参与 只有两种可能 一个就是联合国大会 再就中国代表权问题重新投票 把北京当局的代表赶出联合国 把中华民国政府的代表 欢迎进联合国大会 有可能吗 第二个可能性逻辑上的可能性 就是你要求联合国大会 修改联合国宪章 把联合国宪章正文理的中华民国 改成中华人民共和国 然后你还得要让联合国大会 愿意违反联合国宪章上 尊重会员国领土主权完整的原则 愿意承认中华民国 跟现在代表全中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互不隶属 有可能吗 然后这个就是今年 国民党在这个立法院提出的方案 我就讲嘛 他比2008年那个反联公投 还要没有弹性 当年还说可以用适当的名称 甚至用台湾的名称也可以 现在不是 现在是直接要接纳中华民国重返 并完整参与 你以为你可以取代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的代表吗 你以为联合国会为了这样一个台湾 愿意得罪五常之一 来修改联合国宪章吗 万一联合国大会真的这样的干 注意宪章的修改 五常是有否决权的 你以为北京会同意吗 所以以上这几点包括对事实的认定 对不管是立法院该做什么 对大陆要呼吁什么 对联合国呼吁什么 都是天方夜谈 这是国民党的提案 再来看民进党的提案 民进党提案就更浅白了 他不像国民党这样 民进党就直接讲 他就总之一开始也是攻击2758号决议了 然后他就建请院会做成决议 底下这个都是我刚刚批评过 我可以再念给大家听 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 仅提及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 全文未提及台湾 与我国无色 我刚刚不是也讲了吗 2758号决议也没提过江苏 也没提过山东 也没提过安徽 也没提过新疆 所以他与安徽 江苏 山东 新疆都无关 所以中国可以解体 你做梦吧 然后2758决议也没有认定 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 那不废话 他也没有认定江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 他也没有认定山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 所以你讲这句话干什么 他没认定的东西多了 你甚至可以讲说联合国宪章上 你即使光看那个后面那个会员国 创始会员国这个签字业 每一个国家在联合国宪章上 都没有规定它的主权范围 那按照这个逻辑 这个世界是一盘散沙 这个世界没有国际社会可言 因为没有国 所有的国都无限分解 为什么 因为联合国宪章都没有提到 这些国家的任何一部分 当然德州也可以独立 我倒是支持德州跟夏威夷 关岛都独立 琉球也可以独立 琉球最应该独立 他本来就该独立的 所以你要接受这样一个逻辑的结论吗 然后比赛又一句话 二七五八二决议 二七五八二决议更未授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代表台湾 在二七五八二决议之前 联合国也没有任何的决议授权 中华民国政府 在联合国里代表中国大陆 但是我们中华民国政府的代表团 居然可以在外蒙古申请入会的时候 以五常之一的身份 投下一票反对票 一票否决了外蒙古入会 你要怎么面对这个实施 联合国为什么要去授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代表台湾 他当年都没授权 中华民国在联合国代表大陆 所以按照民进党这个法理 联合国是不是致死就是一个笑话 那你为什么要参加一个笑话集团呢 你干嘛不去看大陆那个脱口秀呢 或者你自己去讲脱口秀就好了 其实我们立法院天天也在来搞脱口秀 这样能解决什么问题呢 底下又讲 2758决案亦不等同于中国主张的一中原则 他怎么不等同呢 联合国的宪章上只讲了一个中国 他的签字页只有一页是中国 你能找到两页吗 已经可以走到六顿 但是现在我用完整的问题 我觉得你真的要搞定你 自己就做了一个动物 诶案